有关说辞,罔顾事实,逻辑错了,再次暴露了台独论调的荒谬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从来不是一个国家,何来主权之说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,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否认了这个基础,企图改变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 只会破坏台海和平,使两岸关系陷入动荡 台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台湾同胞安全和福祉的最大威胁 最终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的灾难